20歲那年加入女團DayDay 即將出道 就差MV還沒拍 甚至被媒體譽為第二個子瑜 但幾個月後 無預警宣布解散 就單方面的被告知 然後我回去了 我回到韓國的時候 我回到宿舍的時候 都其實都沒辦法 突然遇到有一個台灣來的 他跟我說 你是不是風雨桐 我看過你的報導這樣 那我當下其實我就很錯愕 然後從那次之後 其實我有點 我去上課的時候 我都遮遮掩掩的 我怕被人家看到 然後或者是我回台灣休息的時候 我都不敢出門 我怕我也不敢跟朋友講 熟悉K-POP的人沒看過 一定也聽過的知名古道教室 左邊兩層樓高的巨型螢幕 剛好秀出今天的主角 哈囉大家好我是Devi 然後我的本名叫彭宇彤 你們可以叫我脫脫 那我現在在韓國 以舞者的身分在發展 平早來編舞 自己錄影反覆確認 26歲的Devi 加入One Million 已經五年 每個月花幾個小時 教導來自世界各國的 學生舞蹈 是再習慣不過的日常 C 7 7 8 1 1 2 N 3 N 4 1 2 2 2 3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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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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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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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8 8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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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8 高難度動作輕鬆駕馭 連男韓街舞女王李阿勤也點頭肯定 首先 舞步非常柔軟的 非常柔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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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種技術 可以 特色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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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舞蹈員跟其他舞蹈員 沒有比別的 舞蹈員 很漂亮的 李阿勤是1M的聯合創始人 更是南韓三大娛樂公司的首席編舞 和培訓導師 超強實力 讓她紅到 曾經受邀來台灣拍攝廣告 而Debi 一眼就吸引她的目光 我第一次 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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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Debi很像是很大眼睛 他最好做的 表情也很漂亮 而且很漂亮 我現在覺得川尼桑很漂亮 所以 我最重要的工作 從愛圖晉升隊友 一起參加比賽挑戰極限 高強度的比賽 對科班出身的Debi來說 小菜一碟 但畢竟身體不是鐵打的 鞋起的背上貼滿貼布 是職業傷害 也是比賽的後遺症 其實我在參加節目 一開始的時候就受傷了 但我一開始其實沒有覺得說 多去在意 因為我就覺得 我以為是落枕 冠軍賽的時候 我那天就是我突然不能動了 然後我就完蛋怎麼辦 那個時候算是我最 怎麼講我壓力最大的時候 因為我覺得 這不是我自己的事情 這是關於到我整個團 然後關於到勝負 所以那天 我們就彩排完的時候 就趕快去醫院就是打針啊 做了很多就是趕快可以讓我 不自動的東西這樣子 本地倒了 中方樣還好嗎 中方樣還好嗎 拿出敬業團隊精神 在異地打拚 總是笑臉贏人的Debi 也曾經跌跌撞撞 20歲那年加入女團DayDay 即將出道 就差MV還沒拍 甚至被媒體譽為第二個子餘 但幾個月後 無預警宣布解散 就單方面的被告訴 然後我回去了 我回到韓國的時候 我回到宿舍的時候 東西是都被搬走 我當時我自己不知道 但是我的身體覺得 已經就是可能壓力已經到極限了 我回去一天 我當天晚上 我發的超高的燒 身心被逼到極限亮起紅燈 知名度也成了恐懼來源 突然遇到有一個台灣來的 他跟我說 你是不是風雨桐 我看過你的報導這樣 那我當下其實我就很錯愕 然後從那次之後 其實我有點 我去上課的時候 我都遮遮掩掩的 我怕被人家看到 然後或者是我回台灣休息的時候 我都不敢出門 我怕我也不敢跟朋友講 該去還是該留 終於走到交叉口 想了想決定再拚最後一次 其實前前後後我 簽了三間公司 然後我媽媽就覺得 好像 你好像就真的 跟這條路沒有緣這樣子 我覺得你就回來這樣子 她一直要我回去 然後我就一直跟她求 我跟她說 你再給我一年的時間 然後我就覺得 我不想 我不想要這麼輕易就放棄這樣子 我說 你再給我一年的時間 我一定進完美聯給你看 這樣 秉持著 擇你所愛愛你所責的信念 走過前幾年的飄盪 宜蘭女孩彭宇彤成了舞者Debbie 在南韓逐漸站穩腳步 期許未來成為全方位藝人 編出專屬自己的精彩舞步 我想在韓國出道 但我雖然我最後沒有就是成功 但我覺得我 我還是有踩到那一腳 我說我想進完美聯 我進來了 我說我想上節目 我上了 我覺得這 這每一個瞬間都是 我自己覺得很有成就感的時候 因為我想做 所以我做到了